他們那些全部都有螺絲洞洞 這樣可以勾勒 是的 我今天來到海麗村 因為收到遠秋的電話 他說房署已經開始幫居民換涼衫架 誰不知新的涼衫架還不好用 所以我今天下來 就是要聽聽遠秋 跟我說一說究竟發生甚麼事 是啊 安姐 其實我們房屋處本身為海麗街坊 在廚房那裡沒有一個浪衫架 但是由於廚房是油煙出口位 變成浪衫的衣服 其實乾了之後也會有一股油煙的味道 所以我們會跟居民 其實之前我們有跟居民一起爭取 就要求房住幫他們在廚房裡裝一些浪衫架 但是由於加上裝飾的款式 很多居民裝了之後 發現其實不是太適合用 因為原來有部份居民自己自行 裝了浪衫架 是有些螺絲帽給浪衫架 那衣服就不會吹起來 而且你又乾淨它 又容易乾淨 就會好浪很多 又不用每次夾夾夾 令到他們很不方便 所以他們都反映這個問題 你告訴我 現在這些政府準備裝的涼衫架 和我們的村民 現在有甚麼問題 不過掛不到很多衣服 對嗎 因為由於浪衫架 這是大玻璃窗型 所以太短了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其實以這個尺寸來說 我們最多可以大概量到八件衣服 作為一個家庭 沒有可能只有八件衣服 可能要曬很多次才能曬得 床單也量不到 床單沒理由放在衣架上 另外一邊 因為這裏的位置太貼近牆 所以基本上作用不大 它只有兩三寸位就貼近牆 即是擺不到 衣架也擺不到 衣服很髒 對 貼不到 所以家庭也很有錢 我剛進來的時候 也有村民跟我說有關這個問題 現在浪衫就是這個位置 聽街坊說我們現在新的房子 就到這裏 變成我更加少許雷浪衫 如果它這麼短 我就不太想換了 因為我換不夠的 我幾個人的衫已經搭了一堆 最好就是開窗 如果它沒有什麼 起碼它來到我這個首位 不適合仔的話 那是否勞雲雙才呢 又是這樣呢 阿秋華 你認為房儲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其實房儲我們希望 第一就是延長浪衫通的長度 延長一點 對 讓居民可以多浪幾件衣服 因為一個家庭 其實要浪的衣服也挺多的 另外又可以方便浪被 再一個希望房屋處 可以聽到居民的聲音 就是加一些可以讓居民固定 一個浪衫架 讓他們固定了這個套套之後 他們的衣服不會容易吹得起來 而且又不會容易吹到街上 就是這樣 這樣的要求 我覺得非常合理 亦都不難做到 希望房儲應該是做點事吧